嗨,我是Kopa 又來到Kopa的排陣 如同標題上面寫的 新增10月月底限定 這是2020年11月2號 我來做一個日本版 與之前不同的是 我大部分都是先做海外版 那事不宜遲 我們趕快來看看內容吧 首先是隸屬性日本五人 20%對5G 這次只提供兩組 那是附加一些新的資訊 比如說這個D 這裡可以看到 除了半的總數之外 26、24.5 下面增加一些小數字 D是指Debuff 減敵方能力 A是指Auto Interception 自動攔截 S是指Shield 防止被減能力 多提供這些資訊 如果 如果 我不小心有計算錯誤 請見諒 這一次的資料 跟之前會不太一樣 新增 我們來看看 隸屬性日本五人 多了大空益 還有 新田 新田順 就是10月底 這個月底限定出來的新田順 上一版呢 其實已經是要回到 10月初了 所以這兩版之間是 隔得有點久 其他球員就 大部分是舊的 除了這個原創角色是新的 很有趣的是 這個陣容其實 你不管用 紀穆勒 或者是 費南特 其實 你的 半的總數都是一樣的 都是26 這個第一個陣容呢 它的自動攔截有25 25% 但很不一樣 它的盾牌有12% 不低喔 所以就算你遇到 刻意組扣半的隊伍 其實也還好 畢竟12%也是算是蠻高的 那新田順 2.5%也算是給的很有誠意 你看在這5個裡面 除了月中限定可以4之外 2.5%也算是第二高了 好 我們接著來看 第二組24.5% 有新田順 一樣也有大空益 但是 跟第一個不一樣的是 這裡多了一個早田層 但是就是沒有使用到 奎心五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後面 第二組使用的 守門員是 洛林園三 他需要三個 素屬性的日本球員 才能夠有 2.5的半 所以我這裡也給 放了這個奎心五 導致這個 隸屬性的奎心五 就不能擺了 不過沒關係這個 第二個陣容呢 我也同時擺了 這一位 斯奈德 其實都是後來新的 潛能覺醒 舊腳潛能覺醒 其實是蠻厲害的 這個 這兩位 不管是超限 這個 大空益 還是斯奈德 雖然都半只有2 可是我覺得他們 潛能覺醒之後呢 其實都算是蠻堪用的 第二組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他的盾牌有17 然後自動攔截15 減敵方能力有3 那我們接著來看 技屬性 力技術 技屬性日本五人 20%對5G 最高的是28.5 那這裡再附加說明一下 除了DAS之外 有多一個L 這個L的意思是 與上一版一致 主要是要提醒一下 這個第一排的 資料是完全沒有變化的 就是做一個小提醒 那為什麼會沒有變化 就是因為 我這一次排陣呢 排不出比他更好的 就導致沒有變化了 但我個人覺得這個 28.5其實覺得沒有很滿意 所以我這次有特別想要重排 但是實在是沒有排出更好的就是了 那不滿意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的攻擊太薄弱了 各位可以看到 只有 納德雷莎 反丁 其實我滿討厭使用反丁的 那就這兩位 然後再加上 OMF的大空翼跟 賈太郎 是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陣容的攻擊 算是比較差的 但是半可以撐到28.5就是了 好 接著看第二排 第二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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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盾牌8 沒有自動攔截 也沒有減敵方能力 使用的呢 守門員呢 已經換成是艾斯帕達斯 但是第二組我個人比較喜歡 因為第二組的攻擊就比較多了 除了有 三塔納 米開爾 還可以有 紀羅伯特 再加上 賈太郎 大空翼 其實攻擊的角色多 其實得分的機會就高 而且也不過只有少 半只有少2% 所以我個人還比較喜歡第二組 不過就是可惜沒有排出有 自動攔截就是了 當然也把我不想使用的反丁給換掉了 所以我當然會比較推薦第二組 我們接著來看第三 數屬性 日本五人 20%對5G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沒有L 代表這三組都是全新重排的 那我這一次在排證的時候 有花比較多心思 所以排的數量比較少 那花的心思是在於說我會去考量 像剛才我在技術性就有考量到說 攻擊角色夠不夠多 然後他們的搭配的這個 互相 需要配合的這個 比如說必殺技 是不是能夠使用 所以可以看到有大空翼幾乎都有假太郎 或者說有假太郎就會有大空翼 不然就是有大空翼就要有羅伯特 我會特別去看這個 那當然也是如果真的沒辦法 比如說納德雷莎就配不到三塔納 那也真的是必須犧牲了 那我們來看看 素屬性日本五人的低組 32.5 減敵方能力8% 盾牌9% 沒有自動攔截 好 這裡面有誰呢 當然 素屬性這五位 可以看到有 這個日向 洛島 其他半 這邊這六位都是 都是非常厲害的 米開爾 還有新的月中限定卡爾茲 克萊佛特 以及 舒密特兄弟之一 然後 羅伯特 三塔納 各位看到這個 數字都是 洋洋沙桑都很高 至少2.5 或3 或4 這是比這個 這個素屬性日本五人還厲害 平均起來是真的比較高 32.5 也算是很實用 比如他前鋒有 日向 洛島 還可以有 紀羅伯特跟 三塔納 所以這使用起來 真的是算 再加上米開爾 也是有機會得分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組 算是我這次排出來 日本裡面 我覺得是最好的一組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二組 第二組 29也不低 這個 使用上 還多了一個 這個 卡爾茲的 四個球團 可以減敵方能力 減5% 所以會使用上 球團的大空益 球團的奎心舞 這樣來搭配卡爾茲 再加上 洛林圓山也是球團 所以就有四個球團 四個球團 就可以減敵方5% 所以你看第二組 可以減敵方 總共減到10% 這算不低了 然後自動攔截也有15% 盾牌 蘇密特兄弟的這個 15%自動攔截 可以排出來 然後再加上他的半 4%也全部排出來了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排出 這個4跟15 那就是他需要綁 就是他需要綁 5個數日本 3個德國 然後 才會有這個15% 但還有3個歐洲 歷屬性歐洲 所以他條件真的是 蠻多的 才可以湊到4 然後自動攔截15 那這邊也需要用上 施耐德 這個限定球員 好 這個陣的攻擊 我覺得就蠻不錯的 可以看到有 羅伯特 施耐德 米凱爾 日向 所以這個 大空翼 他助攻也沒有問題 還有 奎欣武 奎欣武的傳球也還不錯 基本上這個陣容我是覺得 算 中上了 算算 不能說中上了 算是蠻優的 在防守上也有 皮埃爾 蘇密特 防守上卡爾茲也不弱 再加上 貴公子的盤球 三三存 這個對決勝利還可以加7 加25% 所以我覺得這個陣 真的是比起第一個 就是數字輸了一點 其實也 也不會遜色太多 我們來看第三個陣 27.5 也是不低了 真的 與第二個陣差一點 就在於 他使用上了 真我又二 來當後衛 也使用到他的自動攔截 但是在攻擊上 就比起前兩組 就稍微差了一點 那他的減敵方能力 有減到10 自動攔截也是15 盾牌比第二組多了1 盾牌多1 來看看他的攻擊面 這邊就是納德雷莎 然後米凱爾 然後就要看 這邊就只能看 大空翼有沒有辦法幫忙 因為為了彌補他的攻擊 所以這裡也配上 賈太郎 因為賈太郎他的這個 高空射門還是蠻厲害的 所以需要大空翼來配合之外 那第三組這個陣容 其實也做到 四個球團 就是大空翼 洛林元山 拉頓加 以及卡爾茲 所以一樣可以減敵方能力5% 所以最後是減敵方能力10% 這個陣容 我覺得 也算是一時之旋 就是稍微 攻擊稍微弱了一點就是 好 今天介紹呢 就到這裡 好 在這個重複 關於這個國際服務衝求的 這一段敘述之前呢 我要先謝謝看我影片的各位朋友 那也給了我很多建議 我會盡量去想辦法把不好的地方呢 改掉 然後盡量朝這個更好的地方去提升 那就不廢話了 最後如果你對國際服務衝求有任何問題想諮詢的話呢 歡迎你透過WhatsApp跟WeChat加我好友 如果你已經是我Line好友的呢 我還是歡迎你經由WhatsApp跟WeChat加我為好友 我會提供額外的優惠 謝謝大家 拜拜